在我们祈祷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都会先感谢神 跟着就会祈求自己所想要的东西 而赞美的话就比较笑 有时甚至被忽略了 不过上帝伟大的作为 满有慈爱的他 我们又怎样可以不去赞美上帝呢 《新约圣经》以书所书 是基督福音的精华 这本书以赞颂三一上帝为开始 使徒保罗在第一章三至十四节所写的经文 在希腊原文是一气呵成的 用了很多相同意义的叠词 也都用丰富的感情和热情 来赞美圣父圣志圣灵 在赞颂上帝三个慰格 在结尾的时候都写着 使他的荣耀得着清赞 不如我们就从以书所书里面的赞颂 来学习一下 第一要赞颂圣父对我们的简算 以书所书一章三至四节的经文说 愿重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简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简选是上帝对人一份极大的恩典 当我们还处身在罪中 仍然未认识上帝的时候 上帝早已经简选了我们 作为他的乙女 要我们服侍他 其实在这几年的疫情当中 我们是很应该积极地去寻求上帝的 不过现实并非如此 很多的教会 他们聚会的人数反而减少了很多 如果我们明白 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简选 就只会感到惭愧 应当谦卑感恩赞美 第二 要赞颂救赎我们的圣子耶稣 以书所书一章五节经文说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 以子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得以子的命分 又在第七节话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耶稣的补血救赎 他的付出是一份非常高岸的代价 是上帝儿子的生命 他的受死代属 为我们还清罪债 所以我们更加要多赞颂基督 如此的大爱和恩典 第三 我们也都要赞美圣灵 赐给我们救恩的保证和确具 以书所书一章十四节经文 这样说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值等到上帝之民被属 使他的荣耀得着清赞 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绝望的时代 政治的混乱 道德的败坏 人性被扭曲 到处都有战乱 人心的不安 我们很需要圣灵的安慰和引导 圣灵的确具 还有永生的把握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多赞颂 同时祈求圣灵的人道 请大家在这个时候 和我一起同心祈祷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你创造奇妙的宇宙万物 创造了人类 但是人类却是犯罪的党利 不过 其实你早在创立世界之前 就是基督类揀选了我们 使我们得称为天父的乙女 承受天国的产业 得到永恒的福气 又感谢圣灵 赐给我们得基业的憑据 纵使现在的世界动荡不安 我们仍然稳妥平安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上帝 天父啊 你为人预备了救恩 付上极重的代价 这份代价 就是你爱死耶稣的生命 我们无以为报 求你帮助我们 活出圣洁的生活 在我们身上 见证你 荣耀你 尤其求主帮助我们 用你所赐的生命 所赐的恩赐 服事世上的人 宣扬三一上帝的美德 使你的荣耀得作称赞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灵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 谈心吐热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的事项 传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